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款遊戲叫做奇路旅人大陸的霸哲 那這款遊戲的話應該是屬於比較像單機的遊戲 那當時其實我都一直有在關注這款遊戲 應該是說我有看過一些很多的介紹 在介紹這個我記得我那時候看的名字叫做八方旅人 那那是一款正統的JRPG 那不過那是單機的遊戲 因為我的時間實在是怎麼講呢 我連PS4很多遊戲我都沒有玩了 所以說那一款八方旅人還是奇路旅人我也沒有玩 那不過現在它變成了手遊 那就還蠻好奇的 那我有稍微查了一下這款遊戲的話呢 怎麼講呢它還是有劇情 不過有手遊的話就還是會有課金的程度 但是不課金的話應該也是可以輕鬆玩 然後它的劇情其實也是 也是跟怎麼講呢就是跟有銜接之前那個奇路旅人 還是叫八方旅人的故事齁 不過它是在那個八方旅人故事的好像是在前面齁 可是對我來說我都沒有玩過啦 所以說呢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款單機的遊戲齁 所以我還蠻好奇說如果說你不需要課什麼金的話呢 這樣子可以玩嗎 那日式的遊戲的話呢其實它可以刷首抽喔 那巴哈的話呢有蠻多這個攻略去介紹的齁 那所以說我想說欸那就因為那個之前啊 每次都看人家在推薦這個八方旅人還是奇路旅人齁 那這個就是現在它出了手遊 那不知道說是不是可以就是說休閒的時候玩一下 然後順便來彌補一下齁 之前看到齁就是很多這個在介紹這一款 像素類的JRPG遊戲 然後呢藉由這個手遊來算是填了一個坑齁這個樣子 好然後呢這邊齁這個是新手齁給你一個鑰絲利塔 然後全力加速是什麼意思啊 好這是新手的角色齁 好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邊有自動播放跟倍速播放 我覺得這個劇情不要跳過 因為這個它不是一般的那種什麼放置類型的手遊套 這個是真的是你要把它當作是單機遊戲的這個RPG在玩齁 所以說你如果說這個整個劇情要跳過的話呢 你可能就不要玩這款遊戲齁 這個是真的是要看劇情的齁 好我是一名旅人齁 那這個應該是講著每一個不同角色的故事齁 因為八方旅人也是這個樣子嘛 就是好像看似不相干的八個人 然後最後面呢他們會集合在一起齁 然後去完成整個這個世界的這個故事齁 那手遊的話也應該應該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原本是八個人齁 可能會變得很多個人齁 然後越課金 然後角色越強 然後還會有各自角色的故事 不過呢這個也是蠻吸引人的齁 因為放置手遊也是這個樣子嘛 就是每一隻角色呢都有它的故事 但是呢因為這個是屬於這個 比較偏單機類型的 所以這個故事的這個劇情就會更深入一些齁 好 我背不可思議 這個時候的這個小路可以跟隨藍色的這個火焰指引齁 這樣子齁 還蠻簡單的齁 這樣左右就可以滑動了 觸碰 這樣怎樣 喔 怎樣 停 轉彎的話他會自動前進齁 還蠻方便的嗎 無法前進就會自動停下來 點擊圖示 我點一下 其實還蠻方便的 他自己就會幫我跑到這個寶箱的地方了 他會告訴你一個往上 這什麼東西 出現箭頭手指滑動就能夠轉彎移動 等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到處去找一找 好像不能繼續前進了 往上滑 移動起來還蠻方便的 就不需要你的手指頭一直按在這個畫面上 然後在那邊移動 OK 我們要選什麼這樣戰鬥 這是屬於JRPG回合制的戰鬥 是回合還是像Final Fantasy這個即時回合啊 看起來像是回合齁 來個兩倍數 沒有 我們先攻擊 然後他好像是需要這個 瞭解對方的這個弱點喔 所以說你上的角色呢 就是要跟弱點攻擊有關係喔 然後也會有break嘛 就是破防 然後對方會暈眩 這樣子的概念呢 我覺得如果你有玩過太空戰是 那個是幾代啊 就是就是王子 王子跟他的快樂夥伴出出遊戲 那樣子的這個概念吧 好 攻擊弱點可以提高傷害 用不同的攻擊來找到弱點喔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喔 加成齁 每回合都會恢復這個BP齁 然後呢 兩倍三倍四倍 這個樣子 滑動指令喔 點一下 好 這樣子齁 三倍齁 break齁 攻擊弱點讓敵人破防 對手會變得軟弱無力齁 然後呢 盾牌會變成0 然後在下一回合不能行動 造成大量傷害的機會 OK 所以 喔 164點齁 這什麼東西啊 SP 頂門級 這樣子 看一下喔 急救措施 好 頂門級 開始蓄力 好糟糕 我是不是要打斷他的動作 還有一次對不對齁 我再一次他 他就可以破防了 那我們先上普攻吧 真的破防了齁 好 然後呢 我們使用這一個齁 然後 我們有BP 哇 4點齁 MAX齁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右上方齁 當我用了一個BP有沒有 消耗一點 右上方齁 現在我還有兩點 3個 剩下1點 4個MAX全用掉了 好這樣子齁 因為這個是會需要用到我的SP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是超級強 MAX 直接贏了 你不是鑰匙嗎 你拿的是斧頭喔 這麼猛 紅色火 我才會有 八道的 我選擇 那一件事 比較快 一件事 來自行 平時 現在還不是倒下的時候 你還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吧 倍速播放 我被戒指選中了 眾神力量的戒指 被選中著 應該是全語音的吧 我希望在旅途的進程中獲得什麼 這什麼東西啊 財富 權力跟名聲 這個會影響到最終劇情嗎 怎麼辦呢 我覺得 有權 其他什麼都有 就這樣子 戰鬥之力 追求權力的你 將從白雪埃的冰雪之地出發 阻礙你前進的將是英雄泰塔斯 這個跟剛開始的故事是有影響的是不是 他領導著讓罪人重獲新生的組織非裔 這是好人還是壞人啊 其實也沒有什麼好壞人 這個是我的英雄嗎 他的力量必成為我的威脅 確定嗎 將從白雪埃的冰雪之地開始權力的故事 其他故事可以再稍後進入 沒有差啦 反正其他故事也是可以看得到 哎呦 將會無比殘酷喔 為什麼 因為你不課金 好 因為神之藥 神之戒指在他們手中 喔 三枚戒指 我選的是權力喔 三名邪惡之人的慾望 窮及財富之人 窮及權力之人 窮及民生之人 他們作為大陸的霸者 喔 這個故事 人類的慾望無止無盡 所以說我們要一個一個去擊敗他們嗎 是這個樣子嗎 遊戲的目標 集結這些旅人 好 就像戒指祈禱吧 課金吧 遵從你的心 好像我有看到有人在 就是送這些刷手抽的這個帳號 那譬如說 你用FB登錄啊 然後切換Google登錄啊 這樣子就可以不斷的這個 換那個手抽了 只是這些劇情可以跳過嗎 不知道耶 我現在已經玩了快十分鐘了 還沒到這個抽卡的階段 所以不知道說刷手抽需要多久時間 但是如果好玩的話 我有看啦 有人推薦是說花個790 這個樣子 好像這個 剛開始創造號的4天 然後790的話 至少可以抽一個這個 這個五星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不課金也應該可以玩 這個就是課金的玩家 然後就是打得比較快 不課金的話呢慢慢存 這種日式的遊戲呢 你只要花的時間乾一點的話 他也是有很多這個免費的紅寶石 如果說有玩過日式遊戲的話 其實大概都是這樣子的這個概念 好 然後呢我們要引導旅人 擠滿8人隊伍齁 然後用戒指的力量引導旅人 可以增加旅團的夥伴 然後呢選擇 什麼啊 這麼多選單 選擇引導 引導之後呢消耗紅寶石 喔 課金了齁 本次不需消耗紅寶石 即可引導確定三人 這樣子 這個好 然後呢 開始要首抽了嗎 這個算首抽嗎 這個算首抽嗎 應該不是吧 三星的齁 這是給你一個基本的職業嗎 好 這樣子齁 影響力上升 這什麼意思 影響力有很多好處 這個樣子 影響力 RANK提升可以獲得紅寶石跟旅人能力 最重要是這個紅寶石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打聽情報 喔 會隨著你的影響力不同 然後NPC的對話也會不同喔 好 在這個奧魯斯特拉 我們是伊索米亞大陸 這就是我們夥伴 劍士南納 我們剛才有一個商人 還有一個這個神官喔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故事喔 聖火教會的神官 OK 所以說他應該是補師吧 這是商人 哇 八包胎喔 又想要成為大商人 好 這是商人 OK 這是光頭喔 好 給我們團體取個名字吧 旅團名字 叫做 欸 這個名稱在這邊感覺上蠻適合的啊 對不對 劍英遠征 這是個好名字啊 啊 啊 OK 選擇一個故事推進 跟著發光的圖示 然後曾經 點擊曾經走過的路 可以移動到這裡 這樣子 好像 好像不能自由的往上往下欸 我們就直接點對話吧 喔 地圖指令 獲得支援者 通過交涉 讓對方成為支援者 可以在戰鬥中教註對方 蛤 是這個樣子 用金錢交涉 用戰鬥交涉 用概率交涉 這樣子 關係變得顯惡 然後支付金被 可以改善關係 啊這什麼意思啊 喔 喔 打聽 RANK1 喔 我的影響力還不夠 選單 引導 喔 現在是課金了對不對 呃 10連引導290 可是這個要課金 被選中的旅人 這個樣子 好 紅寶石 本日還有一次 這個樣子 OK 邂逅的旅人們 好 我們來看一下信件喔 喔 學者貓的來信 這個 耶 第七天還有200寶石 那這樣總共會有300寶石吧 旅人的聖導印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是抽角色吧 喔這麼多喔 喔 預約禮啦 這個樣子 這樣子應該就有10抽了吧 這麼多 讚喔 其實這次遊戲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是 放鬆完 他就會一直給你一些獎勵喔 這個信件這樣子 限定儲值活動 大概是這個東西吧 這一個 這個神官 拉莫娜 然後手除的話 是送這一個 33塊錢 我記得有人是推薦 我有看到8號影片 好像是推薦790吧 沒關係齁 我們先看看 這邊是紅色的對話 什麼英雄反抗彈的 你該不會是飛翼吧 喔 看飛翼是一個 比較可怕的組織喔 改善關係 現在關係很好 更改旅團名 喔隨時可以更改 這什麼東西啊 呃 權力的影響 100 然後呢 他這是幹嘛 接受探索 好啊 這是一個任務是不是 唉唷 這什麼東西 18年前 哇 荷魯布爾谷遭到南方異族的侵略 當時拯救大陸的是泰塔斯 雷神般的力量成為拯救大陸的英雄 但是時光流逝 他被強大的力量吞噬 全力的力量 這就是我們現在選的這個故事要對付的嗎 威爾諾特是誰 我沒有這個資格 我沒有這個 非金藥 死亡之藥 能治百病的良藥 喔 是嗎 服藥的人不是都死了嗎 我沒有這個 是我們的希拉斯嗎 研究蜜藥 暫時睡著了 零優 雙眼看不到光明 為了治療研究藥物 威脅他製造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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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鬆我的名字吧 嗯...哈哈哈... 感覺可以叫紫蘭五人來配音喔 喔...第一章開始了齁 一年以後 靈幽齁 所以他看不見嗎 菲娜小姐 等太塔斯大劍堂我就推薦你去做修擬謝謝 你的戀人是非裔的人吧...就是剛剛那個被關起來那個嘛 他那些人原本是罪人 他是個溫柔的人 Yasashi 雖然說是像素齁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說這個靈幽齁眼睛是...是看不見的齁 所以這些人之後都會成為我們的夥伴嗎齁 喔...這樣子...欸...追蹤靈幽齁...追蹤靈幽 沒事了... 這什麼東西 打聽... 唉唷... 這個...這個是夠的 我們是怎樣 支援技能 唉唷... 恢復SP的梅子 然後呢... 他持有的東西 這麼多...齁... 好複雜喔 呃...購買 獸牙 交給鐵匠鋪 馬爾特魔的... 的旅行技 殺架 失敗會讓關係惡化 喔...不要殺架...不要殺架... 但是這個...這個可以知道說是... 是可以給...給...給誰裝備嗎 隊伍 齁...來看一下齁... 看一下齁...更改裝備 普通的...斧頭 齁...普通的劍...普通的杖...普通的槍...這個樣子 能力吸得...齁...急救...斬...魔法...齁... 所以...一個是裝備斧頭...一個是裝備劍...一個是裝備杖...一個是裝備是槍... 那... 呃...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但是他賣的是書喔...所以應該沒有要吧...我們看喔... 可不可以雇佣啊... 支援次數... 蛤...是怎樣... 1200只有...只有兩次嗎...支援次數2-2... 是這個意思嗎...支援次數是...是只有兩次嗎... 資源技...還是說一場戰鬥只有兩次... 好...我來...我來試試看喔... 好...這樣子齁...我們試試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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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兩次還是說...還是說...一場戰鬥他這個技能只會放兩次... 好像沒有了齁 好 出去了 喔 凌幽就在這個場地喔 我們要去追蹤他是不是 喔 這樣子故事就銜接起來了齁 我的權力影響力還不夠齁 選單 攻擊這個樣子 獲得成功使用地圖 新手任務 紅寶石 405 我們來看一下齁 引導這個樣子 可是我不能抽齁 雖然說我有紅寶石 但是這個是要付費的齁 所以沒辦法 十連引導齁 這一個 96小時限定 有沒有 這個是需要4天的時間 看你要不要課金齁 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購買介面齁 這個齁 790 好像我看到巴哈有人在推薦這個東西 790 這樣子你買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抽那一個 付費的那個 就是保證有一隻五星啦 這樣可能開頭再玩起來的話 會比較順一點齁 這樣子齁 保證有一隻五星 有分影響力是財富名聲 我也不知道哪個牆齁 反正就是隨便看一看齁 出現率 這樣子 唉唷 海英特 獵人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齁 這個時候就是要刷手抽的時候吧 所以說我們剛剛玩到現在大概十幾分鐘 然後到了這個界面之後呢 領一下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 那個什麼 預約領 領完之後呢來個10抽 然後呢 邂逅的旅人們 這邊是出現率齁這個樣子 搞不清楚齁 這要抽什麼 神聖的 神聖的引導 聖導力 這又是什麼 好像 好像都有機會齁 要消耗一個旅人的聖導力 好這樣子 他沒有來個10連嗎 這樣子一次一次點不是很累 神官帕爾 丈夫是一流神出的是不是 新角色的話他可能會簡單的說明一下吧 影響力上升了 喔 抽到角色之後呢 會 要進行隊伍編輯嗎 好啊 這個樣子 帕爾 在這個地方 確定 因為我還有位子嘛 對不對 神聖的引導 聖導應限定 也是有極低的機率出現五星的角色嗎 但是這個要一個一個抽 有點麻煩 因為每一隻角色都會有一個簡短的介紹 四星喔 鑰匙是拿斧頭喔 他說他的美貌很棒 特別被男人撐上 先等一下好了 我們繼續抽喔 先把免費的抽完 這是要Loading一下 這什麼意思啊 三顆星可是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第四顆星沒有亮 這是代表什麼?三星半嗎? 是個盜賊 我應該要組成一個就是每一個職業都有 先等一下我們先把它抽完好了 有八隻角色可以選耶 這樣子感覺蠻好玩的 這個是可以用輸囉 勞拉是學者 JRPG一開始這麼多隻角色可以玩 這個也是蠻猶豫的 到底要上哪些角色 我現在已經1,2,3,4,5,6,7,8 我已經八個人了 這樣子 南娜 這是三星半嗎? 這是四星 很明顯四星的角色的屬性就比較好 隨便隨便隨便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怎麼講呢 一開始就是有免費的11抽 然後再加上免費的寶石 這樣就算刷手抽嗎? 拉莫納 拉莫納 這個不是手除送的嗎? 那這樣是不是我運氣不錯啊 拉莫納我記得我剛剛看到他是首抽的角色啊 四星 沒關係喔 隨便玩一下 這個一看就是 好肥料角色 好肥料角色 如果說抽到重複的話就是會 呃 身心齁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這也是學者齁 剛有一個女生學者現在有一個男生學者 我是一個學者齁 我是一個學者齁 不要齁 到時候每個職業我都放一個好了齁 這樣子應該 應該就 就 大家 每一個技能都 都有一種吧 喔這個又是一個盜賊了齁 剛剛我有獲得一個男盜賊 現在有一個女盜賊 我要組成一個全部都是女生的 這是三星半吧 三個星星再加上一顆暗星星喔 這什麼東西 等一下這什麼 五星嗎 我做到五星了 這運氣好像是不好 特歐好不好用啊 鑰匙 我有好多鑰匙喔 好像主角一開始也是鑰匙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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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五星了然後叫你去評價 對不對 這個是真會做生意啊 保留 我們四星保留 讚 好 發佈 OK 因為我還不知道抽的狀況怎麼樣 再繼續抽 我有評價囉 我有評價囉 沒有 所以抽到五星的話他會突然出現三張卡 然後再從那三張卡告訴你說你是抽到哪一個的那一個五星角色 所以刷五星應該就是這個樣子吧 你大概花個10分鐘然後 看一下前面的過程然後這邊 剛上線這邊就有11抽然後再加上等一下我們來個 免費的寶石石充 這個樣子 又是南娜 南娜的導石加乘以60 上線突破 順便教學一下 使用導石可以突破等級上線 這個樣子 旅人的故事 還可以再接受 導石 OK 如果說你沒抽到的話呢 就是你比較非洲的話呢 你就是慢慢的乾嘛 對不對 這個 大概日式的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多餘的導石可以兌換東西 所以說抽太多一樣的角色也沒關係 也是可以換一些 其他的東西 好這邊我抽完了 我們再看一下 被選中的旅人 海英納 獵人 我都沒有獵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應該可以試試看吧 然後這樣子 10連引導 要消耗300個紅寶石嗎 然後這個是免費的 好啊 我們來引導一下 好這個是10連抽的特 動畫 然後呢 又是你喔 又是科尼 又是科尼 皮亞 新的 喔有一個獵人了 阿蛇娜 神官 四星的 哎呀 舞者 我剛剛沒有舞者 四星的盜賊 又是New 三星的 喔重複了 這裡是重複了 Class Up 唉唷 Class Up 什麼意思啊 看來運氣不是很好 沒有抽到五星的角色 喔 新角色的話 他都是會有個開頭啦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我的運氣好還是不好啊 好啦我先玩到這個地方啦 這個如果說有玩過的話 不知道說我這樣子是不是 需要 需要 需要手抽 是不是要重來 我剛剛這樣子就是 獲得了一隻 這個什麼 五星的鑰匙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開局可以嗎 升級了吼 影響力上升了吼 我們來編輯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自動啊 排序 排序要用什麼 位階吧 這樣子 這個是要怎麼 怎麼編輯 變成中 編輯隊伍 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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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點他的頭是不是 這樣子 然後再點左邊這樣子 這個樣子 是不是要選一些不同的角色 但是四星的先選好了 然後這是學者 這是法師 拉莫娜是神官 我有兩個神官了 這個是三星版 我是不是要上一個獵人 不對 盜賊我有了 我兩個鑰匙 兩個神官 皮亞 我好像沒有拿 好像沒有拿長矛對不對 還是兩個神官沒關係 我沒有獵人耶 獵人需不需要 好像也是要一個獵人 神官喔 拉莫娜 既然是手除送的話 拉莫娜應該是有用吧 我來換一個這個好了 好不好 獵人 這樣子 失明魔法全T打擊 還是我不要兩個鑰匙啊 莉塔 是新手角色 對不對 歇爾維 搞不清楚 反正特歐要 不對喔 我有三個鑰匙 這樣是不是太多了 歇爾維的數值好像好一點點耶 速度又快 然後可是爆擊比較低一點 但是物攻比較高 但是他說他比較漂亮 好我選漂亮的 等一下我三個鑰匙好像太多了 我來上一個皮亞好了 傷人 對啊我沒有傷人啊 這個樣子 就這樣子 OK編輯好了 好 這個樣子 出現率 引導 我把它花掉好了 好像 好像10抽也沒有特別便宜嘛 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們就抽一抽吧 好影片就錄到抽完為止 這樣子 再來個三隻 鑰匙 我一堆鑰匙喔 好 又有一段劇情喔 我們先把這個基本的劇情都看完 好 再抽再抽 再抽再抽 免費免費的 好 三星的 肥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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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過跳過跳過 好 好 繼續 好 好像趕快抽一抽吧 因為這樣可以增加影響力啊 這樣會影響到NPC的對話嘛 對不對 神官 又是新角色 新角色的話就會增加那個影響力了吧 好 RANK2 好 該抽的都抽完囉 這樣子 OK抽完了 然後影響力 這什麼東西 獲得 喔 影響力增加 然後 增加了這個能力 然後攻擊 新手任務 讚 然後讚 5個人以上 攻擊 攻擊 這應該是 類似成就系統吧 影響力上升 仲間 夥伴 漂亮喔 好漂亮喔 漂亮喔 漂亮喔 然後繼續抽 繼續抽 這邊 OKOK 邊抽邊獲得影響力 然後我再抽 我再抽 一個一個抽 有夠窮 不過也是蠻有趣的 剛開始你可以獲得這麼多角色 然後湊一對 欸 這樣也是蠻好玩的啊 欸 又是一個新角色齁 讚 我已經有上了一個這個舞者了 舞者都是女生嗎 剛剛兩個女 剛剛 好像都是獲得中間的那個 我現在左右兩邊好像才1級 啊說錯了啦 右邊那個也已經2級了 好像左邊那個 這個是四星半喔 劍士 欸這個我可以上場喔 飛歐爾 欸不錯喔 等一下給他上場 他是在右邊 欸漂亮喔 我獲得一個四星半的角色喔 沒有五星有四星半也不錯 那這個是重複的 對重複就沒有增加 就不會增加影響力了 再來 好 財富加石 OK這是獵人 欸 欸 欸 還差一個齁 好 再來看一下齁 唉呦 攻擊 又有又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齁 再繼續湊一下 耶 引導力提升了 欸 影響力不是提升了嗎 還沒有 欸 我的影響力提升了 喔 採集點的情報 這什麼東西啊 贏得 獲得 贏取 哎呦 這怎樣 贏取危險度15 這什麼意思啊 這是跟他PK嗎 他等級15 他等級15是不是 喔 那我現在應該是打不贏吧 這樣子 探索 欸 我還有30喔 我還可以再繼續抽喔 有夠球 再來喔 這是最後一個了吧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大力出奇蹟 好 看這個光芒應該是沒有吧 沒關係啦 肥料角色 而且是商人喔 他竟然是財富吧 這個我是不是影響力有增加了 是一個結巴的人了 欸不對喔 他是在右邊的喔 好啦 我這樣子已經抽完了 然後 然後我要去怎樣 隊伍 編輯隊伍 這樣是怎樣 你怎麼在轉圈圈 喔 點擊一下 我就可以更改編輯的隊伍嗎 看一下喔 這個是劍士吧 欸不對 這是盜賊喔 我要換一個劍士喔 歇歐爾 換這個 換這個 飛歐爾 這樣子 這樣子 嗯 非常平均齁 每一個角色都有一個 這是隊伍2 隊伍1 更改隊列 前衛後衛 這是後衛 這是前衛 好像 好像差不多吧 這樣子 五星的擺在最前面 鑰絲 這邊還有房子喔 我們可以去人家家翻箱倒櫃嗎 欸有欸 欸好棒喔 哇這個要RANK7欸 所以等到我影響力強之後呢 再來看喔 不過還好不錯 我們還是可以去人家家這個翻東西喔 這還是一個月 啊糟糕 看一下喔 收服 危險度1 贏取 戰敗或 逃跑關係會差一點 好 切錯一下 他等級1 我應該打得比較好 在後排休息可以恢復體力 這個樣子 後衛的角色每回合都可以恢復HPSP 靈活的交替進行戰鬥 老人 老奶奶老人 我不會打不贏吧 兩倍數 設定 記憶指令 瞄準方式 戰鬥震動 支援者剩餘一次 全員交替 一口氣換到後面去 我的手機剛動了一下欸 然後 他是一開始設定好之後然後直接攻擊是不是 譬如說我來一個 喔 還有全體治療欸 那你 那你的這個 欸 你有全體治療很好用欸 雖然說這個 SP花的比較多 惡作劇 光擊 喔唷 Wik 光擊 全員交替好了 欸 我躲在後面的人就 就可以恢復體嗎 喔 BOST 這是怎樣 哇 四次 我找到你的弱點喔 又是弱點 又是弱點 喔 太好了 然後呢 全員交替 OBOST 哇 我後面的人 抓狂啊 哇 四次 哈哈 欺負老爺爺老奶奶獲勝了 嗯 ありがとう 喔 搶過來了 還可以收服他 然後呢 記憶指令 繼承交替情報 他這邊有顯示他 他怕的這個攻擊 然後我這邊會閃欸 瞄準集中兩倍數 管他的直接用了 好破防 OK出現了齁 他也怕這一個長矛喔 欸 等一下喔 你的 你有點 等一下喔 全員大治療 喔 HP自動恢復 喔 破防 全員交替 補血 補血 我們再全員交替 再來 找出你怕什麼 這樣子我們多打幾次一樣的點 我們就知道他怕哪些屬性了齁 這個樣子 欸 獲得技能點數了 這個樣子 耶 OK 好 收服他了 我們打聽一下 央球 成功機率 失敗會 這什麼 跟他求衣服是不是 算了啦 不要啦 我也是有尊嚴的 來看一下喔 攻擊 這什麼東西 戰鬥獲得 碎片 這樣子 這是任務 銅導石的碎片 新手任務 蠻有趣的齁 我剛剛好像有 好像有 有 有獲得道具嘛對不對 隊伍更改裝備 可是 不知道欸 哪些可以裝備 我剛剛獲得了什麼東西 有沒有在什麼背包之類的啊 探索 選單 道具 這邊 武器 這樣找真的是蠻麻煩的 這邊有個木杖 這個是二級的木杖 杖 OK 你製杖嗎 你有做杖嗎 杖是你嘛對不對 然後 更改裝備 普通的杖 點擊 看到了 然後物攻加8 鼠攻加8 這個樣子 他們有一個什麼最強裝備 這個是比較麻煩一點 第一次更換裝備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欸 真的有一種回到玩JRPG的感覺喔 只是我不知道說我這樣的角色開局 就是獲得 獲得這一隻特殼喔 不過他有全體補血我覺得還蠻安心的喔 沒關係啊 有玩過的話呢跟我講一下 我需不需要刷個首抽喔 那就影片先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